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爸爸是普国人,妈妈是中国人 虽然我是一个中普文学义,但很惭愧,我不懂说普文 从小到大,我都是生活在一个中西文化会议的环境里面 而家人就住了很多,直到失传的桃生葡葡菜给我吃 桃生葡葡菜,它不是葡葡菜,也其实是一种Fusion菜 更特别的地方,就是每一家每一户都有他们的不同做法 所以,真的很难说哪一道菜是正宗 希望透过煮食,我的食譜书,我的影片 可以分享一些我的家庭菜给各位 Hello,我是John Roger的咸咪餐 有一次我朋友在葡萄牙吃东西 他就想吃这个葡葡萄鸡 但竟然没有葡葡萄鸡 其实葡葡萄鸡呢 如果你是上网上去查询 它是叫Makini's Chicken 而这个奥葡萄鸡 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年历史 只是在香港、澳门或者已经移民了 在外国的中葡萄鸡 而去的传统家乡菜 每一家每一户做的菜式都不同 今天我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家製的葡葡萄鸡 我叫她做Mama葡葡萄鸡 烧红了锅后 然后当然我们会加一点油 这些都是Fusion菜 所以我会用这个甘蔭鸡 第一步骤是先爆洋葡萄鸡 在爆洋葡萄鸡的时候 我们就讲一下鸡 今天我用了冰鸡鸡 就是龙肝鸡 在街市一买 你买回来要做的东西 很多朋友有时会说 鸡可能会有一股雪味 我自己会怎样做呢 我就是会首先买回来 我当然是待凉了之后 我就是会用少许开少许水 落几斤盐 然后放进去浸一浸 浸大概15至20分钟 拿干水分 然后就过来煮了 我刚才已经落了少许盐 去热一热味 那就可以了 之后我就是会准备去爆这个番茄 这个也是我家的蒲葡萄鸡 有点不同的地方 因为是用了番茄 其他人就不会落番茄 那今天我就用一些比较好的番茄 我常常都会跟别人说 什么叫Vine Tomatoes 这些就是Vine Tomatoes 有时你用那些本地茄 我又觉得未必会有那个味道出来 接着你可以加少许茄膏 我小时候 因为始终香港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不同的食材 我家可能会用一些本地茄 但是现在不同了 时代不同了 所以我就可以多点选择 这个番茄 其实你切一半 那已经OK了 然后之后我就放在洋葱里一起爆 好了 当你看到这些番茄 已经开始炒到微烂 这个时候我又准备了 我的黄姜粉和咖喱粉 永远用黄姜粉和咖喱粉 我们一定要炒一炒才会香 但是也不能炒太久 炒太久 它会变得比较苦味 然后我们就准备放在洋葱里面 洋葱里面在主地中海菜里面 整天都会用的 在澳门 在我小时候的年代 它们是叫做咸虾叶 但是你不需要太多 为什么呢? 准备这些草莓 你放太久 它的味道是会走的 你可以买一瓶小小的 那你就不会浪费 那些味道就走掉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把这些薯仔切开 那我还用回英国的焗薯 因为焗薯 你煮下去 它不会那么容易 煮到烂开 如果你相对来说 你用那些黄薯 有机会煮下去 就已经煮到烂开了 好了,现在就说一下蒲腸 但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不是蒲腸 是西班牙腸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蒲腸 在香港真的很难买 你要买 最近去哪里买呢? 当然不是葡萄牙 就是旁边澳门 但是现在疫情关系 你去澳门也去不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西班牙腸 做代替的 西班牙腸 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可以买一些辣椒 或者一些普通的口味 就可以了 那我就把西班牙腸 切片 然后就可以这个时候 把它放进去 然后 基本上我已经闻到很香的味道 这个就是椰奶 有些人会放花奶 但是我家这个方法 就是没有花奶 就是直接放椰奶就可以了 好了,流完椰奶之后 我们就盖上盖子 接着把我的火 转回去做小火 然后用小火 慢慢炆 炆到它 那些薯仔会软 这样就可以了 在炆着这个蒲角鸡 我们就准备最后的东西 最后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亮点 就是 我们准备了一个 可以入得烤炉的盘 然后这里 我已经有两只鸡蛋 黑橄榄 橄榄 橄榄 我可以觉得 一看到这样的 就可以想起是 葡国菜 又或者是 地中海菜 而且是 夜市 最后一无所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